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耶利米先知一口气预言的上帝对雅门 以东 大马士革等六个城邦的审判 虽然朋友们可能无法一下子就明白他们当时到底发生了哪些事 但可以肯定的是上帝的审判始终来自于他无瑕的圣洁与公义 让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第49章 论亚门人 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四吗? 马勒堪为何得迦德之地为业呢? 属他的名为何助其中的诚意呢?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务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 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 拉巴要成为乱堆 属他的乡村要被火焚烧 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 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 这是耶和华说的 西时本啊 你要哀嚎 因为爱地变为荒肠 拉巴的居民啊 要呼喊 以麻布束腰 要哭嚎 在篱笆中跑来跑去 以马勒堪和属他的祭司 首领 要一同被掳去 被盗的名啊 你们为何因有山谷 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 为何以靠财宝说 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 主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要使恐吓 从四伟的人中临到你们 你们必被赶出 个人一直前往 没有人收据逃民 后来我还要使贝鲁的 雅门人归回 这是耶和华说的 论以东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 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 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 抵旦的居民啊 要转身逃跑 住在深密处 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 必使赞殃临到他 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 岂不剩下些葡萄呢? 盗贼若夜间而来 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 我确实以扫赤鹿 显出他的隐秘处 他不能自藏 他的后裔 弟兄 灵舍 尽都灭绝 他也归于无有 你撇下孤儿 我必保全他们的命 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 耶和华如此说 云不该喝那杯的 一定要喝 你能尽免刑罚吗? 你必不能免 一定要喝 耶和华说 我指着自己启示 波斯拉必令人惊骇 羞辱 咒诅 并且荒凉 他的一切诚意 必变为永远的荒场 我从耶和华那里 听见信息 并有使者被拆往列国去 说 你们聚集来攻击乙东 要起来征战 我使你在列国中为最小 在世人中被藐视 住在山穴中 聚首山顶的啊 论到你的威吓 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 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 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东必令人惊骇 凡经过的人就受惊骇 又因他一切的灾祸 吃笑 耶和华说 必无人住在那里 也无人在其中寄居 要像索多玛 俄摩拉 和临近的诚意 倾覆的时候一样 仇敌必像狮子 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 攻击坚固的居所 转眼之间 我要时以东人逃跑 离开这地 谁蒙拣选 我就派谁治理这地 谁能比我呢 谁能给我定归日期呢 有何牧人 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 你们要听 耶和华攻击以东 所说的谋略 和他攻击提曼居民 所定的旨意 仇敌一定要将他们群众 为弱地拉去 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 因他们扑倒的声音 地就震动 人在红海那里 必听见呼喊的声音 仇敌必如大鹰飞起 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 到那日 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 如临产的妇人 论大马士革 哈马和雅尔拔蒙羞 因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 就消化了 海上有忧愁 不得平静 大马士革发软 转身逃跑 战惊将他捉住 痛苦忧愁将他抓住 如产难的妇人一样 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 为何被撇弃了呢 他的少年人 必扑倒在街上 当那日 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我必在大马士革城中 使火着起 烧灭变哈达的宫殿 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所攻打的基达 和下所的诸国 耶和华如此说 加勒底人啊 起来上基达去 毁灭东方人 他们的帐篷和羊群都要夺去 将曼子和一切器皿 并骆驼为自己掠去 人向他们喊着说 思维都有惊吓 耶和华说 下所的居民啊 要逃奔远方 住在深密处 因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设计谋害你们 起义攻击你们 耶和华说 加勒底人啊 起来 上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去 他们是无门无双 独自居住的 他们的骆驼 必成为略物 他们众多的牲畜 必成为乳物 我必将替周围头发的人 分散四方 使灾央从四围 临到他们 这是耶和华说的 下所必成为野狗的住处 永远凄凉 必无人住在那里 也无人在其中寄居 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 耶和华论宜兰的话 临到先知耶利米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功 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利 我要使四丰 从天的四方刮来 临到以兰人 将他们分散四方 这被赶散的人 没有一国不道的 耶和华说 我必使以兰人 在仇敌和寻所其命的人 面前金黄 我也必使灾祸 就是我的猎怒 临到他们 又必使刀剑追杀他们 直到将他们灭尽 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 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 这是耶和华说的 到末后 我还要使贝鲁的 以兰人归回 这是耶和华说的 神对雅门说 后来 我还要使贝鲁的 雅门人归回 这是耶和华说的 原来神的慈爱 不只局限在 以色列选民身上 更深入来说 其实神拣选 以色列的目的 就是要借着以色列 来拯救其他的外邦民族 亲爱的朋友 这就如同基督徒 是一群蒙神拣选的孩子 但是神不只爱我们 祂也深爱那些 尚未回转向神的百姓哦 所以鼓励你 每天都和神一起出任务吧 在平常的生活中 尽可能去爱去关怀 相信你的小小行动 能帮助更多人 看见神的爱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爵叔 求你陪伴我 在每天的生活中 都可以成为别人的温暖 并且让他们 在这个过程中 看见从你而来的爱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每一天 都能感受到 神温暖的爱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